大家好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Cookie的用法 那么基于Bootstrap的前端页面 我们继续玩上之前的代码 鉴于大家有可能下载了Bootstrap的模板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应用 这里演示一下 我是怎么样修改Bootstrap的前端页面 使之适应Tolato的后端代码的 Bootstrap blog post 1.0.3 这是原始的代码 然后下面这个是我修改过后的代码 我们对比一下index 虽然看起来很多 但实际上我修改的很少 我们重点来看这一句 在原始的Bootstrap前端页面里面 它的链接就是css 然后boostrap.min.css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Tolato框架是识别不了的 它不知道boostrap所指向的css文件是放在哪个文件夹 那么我们就需要向它修改成这个格式 这个意思就是说 css这个文件夹 是放在我们的static.url下面的 而我们的static.url 就是我们在初始化application的时候 在设定里面指定了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把 start.bootstrap.clean.blog 作为我们的static.pass的原因 为了能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区别 我们来修改一下boostrap.clean.blog 这个static.url 也就是static.pass 然后看一下如果css文件是取不到的话 展示的页面是什么样的 我ste补改六韧 8 aan1 2 3 1 2 3 4 2 嶋� 9 2 7 这个展示的就只是index.html页面 既没有识别出css文件 也没有识别出其中的一些图片 我们将template path和static path改回去 除了改了static url之外 我们还修改了另外一个地方 后端还添加了一个otherhandlers 其实也就是如果它是js或者是图像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文件的内容读出来 直接写到页面上 也就是相当于直接返回这个文件本身 如果我们把这一行注释掉的话 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是有格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设定的static url起了作用 css文件被识别了 但是我们的页面上并没有图片 快速地把这个方法解开 那么图片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这个方法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地知道图片等等素材文件是怎么样在前端显示出来的 这些素材文件都是静态文件 tolado里面提供了一个方法 可以简单地host这些静态文件 我们把这个方法注释掉 然后换一种写法 换成是tolado自带的方法 重启下网站 重启下网站 我们看到图片也是被成功地返入了 同时对静态文件我们做这样的处理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我们观察一下页面的请求个response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很多js文件 css文件 包括jpg文件 都是304modify 这个意思就是说 页面在发送request的时候去检查 这个jpg文件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之后被修改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直接使用缓存 回到我们的后端代码 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做用户验证是这样的 我们判断有没有current user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用户redirect到login页面 那么逻辑是这样的 但是tolado里面同样集成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办法 我们把这一端代码删掉 或者注释掉 然后加一个装饰器 那么这样我们就规定了 这个request handle里面所包含的内容 必须要授权才能访问 也就是说必须要有self.currentUser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是主页面 我们点击任何其他的页面都会被block组 重定向到login页面 然后我们登录 重新访问 那么就可以访问了 所以这一句decorator跟我们这一端代码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甚至可以点击去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的逻辑 if not self.currentUser 它做了一些包装 装饰器可以算是拍摄里面相对比较高级的原特性 这个装饰器的意思就是说 用户在进入这个get方法之前 会先进入authenticated这个方法 然后去判断有没有currentUser 如果没有就成立下 如果有就直接运行这个method 也就是这个get方法 这个decorator就相当于把get方法包裹了一层 装饰器用来改变方法的默认行为还是非常方便的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也注意到 我们每次修改的代码之后都会重新重启一下服务 那这个是非常不方便的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种自动加载脚本变化的方法 第一种就是我们在初始化application的时候 指定debug去 也就是说是在debug模式 大家注意这个debug最后是传到setting里面的 好我们设置了debug模式之后重启一下 那么现在就应该能自动检测py文件里面的改动了 为什么我讲到py文件呢 是因为自动检测代码改动的功能是不支持html等等模板的 是因为自动重载功能是不支持html文件的 只支持py文件 好我们在我们的homepage打印一个test 然后我们又重启服务 访问一下我们的homepage 好看到后台就自动的打印了test 我们打印test123 那么就打印了test123 那么就打印了test123 也就是说设置为调新模式 又要指定端口为8888 在代码里面写很多设定 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好的编码风格 在tonado里面一般我们是这样做的 适用不 방법条件的 来来 dec drums 是由谐 else做的 先给声说 转的枀 翻译 这里是 셋 自己会摇点 便导 是 好好带 我们前陆 等一下 混音 就开 你 Define跟Options是配合使用的 我们在这里Define之后 在Main部分里面把Define的东西取出来 在这里我们调用OptionsPathCommand9 看一下Define里面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实际上是Options.Define 如果大家用过其他的命令行参数解析库的话 就会看到这里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Port什么都不指定的话 默认就是8888 如果我们Debug不指定的话 默认就是Debug模式 当然如果我们在命令行里面去指定的话 也可以覆盖 那么在这里解析了命令行参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Options里面的内容拿出来使用 那么在这里 AutoLoad自动解释到我们的examplePUI文件发生了改变 重取了服务 我们看一下页面是否正常运行 这是其中一种方式 可能会有人有疑问 就是Debug模式这么方便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有非Debug模式呢 还有在非Debug模式之下 我们怎样做AutoLoad呢 在非Debug模式下 Torado只能有一个实力 而在实际生态环境中 我们一般都有多个进程 好 我们把Debug改为Force 默认让它成为Force 我们把Debug模式改为Force 然后在这里添加 Colado.AutoRenote.start 我们修改之后看到服务又再次自动重启了 然后Import另外一个模块 Colado.AutoRenote 因为我们已经把Debug改为Force 所以我们需要手动重启一下服务 网站正常运行 我们在这里打赢了Test 那我们改为Test123 再访问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样就打赢了Test123 也就是说我们的AutoRenote 在非Debug模式下设置成功了 那么这节课给大家介绍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Bullstrap 用于Torado框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怎么样去解决 第二点就是代码优化 使用Torado.web.staticfilehandler 去host静态文件 使用Torado.web.authenticated装饰器 方便地对方法进行登录限定 通过Define和Options去设置变量 第三点就是如何让Torado 自动加载代码变动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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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